请出今天我们第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的名叫夏海天 然后相信各位女嘉宾 她已经口渴了 所以说我昨天排了很久的队 然后去帮你们选了不同的奶茶 然后代表你们每一个人 像这款高跟鞋 然后我就要送给六号女嘉宾夏依 因为我知道你跳舞 然后而且说在我心中呢 你是一个一种性感女人的一种美 然后我觉得高跟鞋就很代表这种美 你是不是不太了解我 我是你的汉子 我就是不知道 来吧 然后五号的Hello Katie 我觉得是最可爱的 然后送给在场最可爱的那位女嘉宾 你刚刚在跟我说话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我看着你了 然后你再喝 你再忙着喝 你精致一点稍微 感谢我吧 对啊 我感谢你了 那一号这个瓶子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美国摩天大厦 其实你应该送给他 莫斯科的红厂上面的一个建筑 对啊 它是我们这儿唯一一个中卖合酥的产品 对 那个好贵啊 好贵是吗 那个好大 真的有吗 真的有 那你没成功 我确定这个男人肯定很吝啬 没事吧 很吝啬 我跟你说啊 不要以为一上节目 送礼物就是讨好的行为 你看 适得其法 送错的就是错的 好 来 你的宠爱公主 就是她 好 看一下她的第一段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海天 今年25岁 我曾经做过三份职业 我当过酒店的销售 做过期货黄金 做过推广策划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呢 至少要经历三份不同的职业 而我现在 则在一家广告公司 做广告执行 这四份职业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与人交流 这也是我的强项 我呢 是一个话多的人 所以朋友和我在一起 绝对不会冷唱 很自然的 很多女生就把我当成了她的闺蜜 就是因为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总会让我觉得 没有办法给其他人安全感 女生就是觉得 我有点油腔滑掉 其实我真的没有 之前呢 有过四段恋情 我没有办法给她们 很好的安全感 因为自己女性朋友 真的是很多 其实有一次就 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她过生日嘛 就她有一双很喜欢的鞋子 然后限两把还蛮贵的 然后就帮她买下来 然后送给她 然后那个闺蜜为了感谢我呢 就把那个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边 后来有一次就女朋友 翻我手机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这条信息嘛 然后后来就 朝着朝着就分手 你今天带奶茶过来 你不是卖奶茶的吗 不是 其实我也是做 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男嘉宾 你这可是在专家面前 把门弄斧了 打一当 并没有很有名 就只不过是偶尔 什么叫偶尔 就是做美食节目怎么可以偶尔 我都是做了一辈子 我以后后半生还要做美食节目 会变胖 关你心情 但是在我心中就是 有点肚子的男人就比较 比我快 我已经结婚了 你今天是来相亲的 你有肚子 我跟你说很危险 我还好 来一号 我想说你跟你的闺蜜 都聊点什么呀 我会跟她讲 你这个衣服不错 你哪里买的 你知道鞋子不错 两个男人之间聊衣服 不会觉得很娘吗 因为我们也要穿衣服 并不是说男朋友 还是不要穿衣服吗 大家都要穿衣服 对啊 这个闺蜜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这个女生 把男生 男生把女生当闺蜜的情况 有啊 你有吗 我觉得很多 你有很多 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这个人 比较会开导的 在我的世界里 没有男闺蜜这一说法 因为你能够对一个男的 讲自己的心里话 包括抱着他痛哭 那一定是好感爱和喜欢的 所以你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世界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跟我的男朋友 去分享这些东西 那如果男哥 我每天痛哭在你怀里 说我的男朋友跟我分手了 我要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照相机 哈哈哈哈 那你是会抱着我哭 把我当成女闺蜜吗 会啊 不是 我说的是男哥 啊 男哥 嗯 男哥 我也会抱在你怀里哭着 不 那更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有没有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跟你的女闺蜜之间 你认为有点暧昧 可能发展成男女关系 这种情况 没有 因为说实话 我这个人已经很界线 搞不清楚了 再来一个比我还搞不清楚人 我觉得不会同意 好 聊了这么多 这个两位嘉宾老师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她 我觉得很甜很帅 嗯 可能很多男孩子 都会有很多姐姐一样的朋友 但是男闺蜜这个词呢 我个人觉得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 建议尽量地 逐渐地远离 男闺蜜这个词 男言之几 都是没有之几的 发展上去终身 对啊 男言 男言之几 所以还不要找借口 后面就变成男言之隐 小子老师的意思就是呢 男言 这些名词通称 爱美 对 来 六号 那你前面也说 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还是会跟 那个闺蜜啊什么的 就是关系非常好 如果你的女朋友 真的介意你有闺蜜的话 你愿意就是说 呃就是少联系 或者是甚至不联系 你愿意吗 会的 因为就是如果 如果确定去跟这个女生 发展下去 我一定会优先考虑 她的想法 好 各位 咱们思考一下 请选择 这个场面倒是 我是出乎意料 五号 就是给我的感觉 反正我就觉得 不管是否跟她牵手 反正就应该为她 留灯到最后 你是把她当闺蜜了 有可能 因为我很喜欢她的 个性 哦 来 一号和妈妈 我为什么会给你留灯呢 因为你一上来 给我的感觉很阳光 什么人都愿意把事情跟你说 但是在这里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 就是一个 闺蜜也好 那个 红颜知己也好 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必须要划分清楚 不然的话会害了你 谢谢 一号和妈妈像过来人一样 告诉你这段经历 好吗 好 以后这港台枪少一点 好 咱们要么说上海话 要么说普通话 好吧 求求我跟你是一个地方 真的假的 对啊 你也是俄罗斯人 我妈妈 你妈妈是 我妈妈是东北 你妈妈是东北人 就我妈妈以前是 真的 对对 我觉得你们 要么再考虑一下 灯再亮一亮 好 那咱们再做一次选择好吗 一号和五号 准备 请选择 那说一下 为什么又灭了吗 五号 我觉得这位小伙子 她的心智还比较嫩一点 我觉得还是 还要锻炼锻炼 我的女儿要如果嫁给她 我不放心 哎呦 闺蜜还是要少点 不管我妈妈是否同意 但是我们私下都可以做朋友 有机会我送你钱 谢谢 那这样的话 要么宠爱公主你 努力一下 再努力一下吧 女嘉宾按捺不住了 本家还没放呢 最潮穿搭至男 我觉得嘛 真的好看 男嘉宾没有道理 小陈老师 变身铁杆粉丝 女朋友是个怪人 出去逛 我这一句话都不讲 结婚之后 你想找一个不说话的老婆 我是很难的 精彩 稍后继续 恒大冰犬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 我喜欢 从第一次使用开始 有助发烧健康 照别损伤 自在闪耀 准伤 交给潘婷就好了 新潘婷 光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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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问题存在的 但是如果说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一起去见证我的成长 我的改变的话 我可以带你走吗 我想问是我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我记得你简介上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喜欢这个人 就算是你来养他你都愿意 我虽然说不是因为你养他这句话 我只觉得一个女生 把这样一句话写在简介里面 她一定是对感情非常认真 她一定是想这段感情既然成立 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喜欢这点 从头到尾你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会一直微笑 就是我可能不会思考什么过多的问题 但是我会一直笑 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 我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感情 感情我觉得是需要一种 就是你懂的 就是一个特殊的那种感觉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想跟你 做最好的就是做好朋友 好啊 又是闺蜜啊 就我们可以交流一些 时尚方面的问题 好啊 我也会送你鞋的 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 我觉得是拒绝我 没有 他对你的好感 我个人认为 是有点 可能会超越闺蜜 对吧 对于你来说 还有一个更加成熟的 时期需要度 我不反对你去交一些女性朋友 本身你原来的做男闺蜜的经验呢 会让你特别理解女孩子 会让你成为一个特别好的老公 但是你不能沉寂于其他 你自己那个界限感一定要出来 你的不拒绝呢 会对你身边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给你一个期限 你跟五号女嘉宾 如果她任你做她的闺蜜的话 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三个月 她再不成为你的女朋友 那就闺蜜也就不要做 给一个期限 真的 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可以走 孤星大哥的路线 就像我们的那个阿南一样 说白了咱俩还是复联的 对 我们是一个这一个 以后啊 给你总结的忠告就是 闺蜜可以说不 好不好 女朋友 你一定要真诚相当 好吗 好 谢谢 今天没有牵手成功呢 其实还是很沮丧的 一开始我觉得 有很多女闺蜜啊 这是一个 对女生会有更多的了解啊 是一个很加分的行为 你今天听了老师的讲法呢 我觉得以后呢 我会以一种更成熟 更沉稳的状态来面对新的感情